大學繁星推真今天放榜 今年錄取人數最多的高中是屏東潮州高中 而高雄左營高中錄取76個人高居全國第二 比起去年又成長了三成 消防表示繁星計畫對於社區高中很有幫助 因此他們都很鼓勵學生報考 大學繁星推真放榜 高雄左營高中再度創下亮眼的成績 今年錄取76人高居全國第二名 和去年相比成長三成 左營高中的吳婉儀 這次也順利考上金門大學 對於升學的計畫 他很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因為金門大學距離大陸很近 然後有很大的市場 然後也可以有機會跟那些大學生 做很多的交流 然後未來也想要去廈門大學 或香港大學做很多的觀摩 左營高中的林凱文 也錄取中正大學氣管系 曾擔任高雄季孔大典 宣讀助導文學生代表的他 考前考後都有到孔廟 謝謝孔子的加持 先是德謀天地道冠古今 又叫胡類責備聲明 一直都是繁星常盛軍的左營高中 其中三年六班36名學生 就有18名錄取繁星 全班讀書風氣家 校長陳良杰表示 繁星推增對社區化高中很有幫助 所以極力地鼓勵學生報考 聯合報許如一高雄報導 從這一點 根本都叫胡類責務 剩下的研究 均勻